这是一间从来不对外开放的房间 琉璃台上摆满了工具 看起来像是厨房 但实际上这应该算是一间书房 一个专门修复古书的地方 还有一群低调神秘的古籍修复师 同样进行修书工作的秘密基地 各省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有 从2007年开始 中国大陆就启动了古籍保存计划 针对流传下来的古书 开始有系统的保存和修复 过去冷门的古书修复工作 成了高端技术人员 有经验的老师傅们 地位等同国宝 而且有个响亮的名字 古籍修复师 十年之间大陆培养了上万名专业人才 让古籍修复从小众的行业变成大众的事业 书其实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我们看的是比较重的 因为我们朝夕相处 我们自己都觉得 我们每天是跟古人在进行一个千年的对话 这种对话是隔着时空在对话 经过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 三个世纪 四个世纪之后 这个书还可以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让它重新复活 其实这已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一群修复师正在面对一张年代久远的拓片 经过长时间的折叠 纸张早就粘粘在一起 而且被虫柱的坑坑洞洞 修复师们必须先想办法剥离开来 再把这些碎片找回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工作 繁琐 单调 又花时间 贴在墙上的另一张拓片 就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成果 所有的书液在洗的时候 我们的要求就是统一在70度的水 浸泡时间是在7分钟之内 就是一般不能超过7分钟 那之所以会设这样一个温度跟时间 是因为我们在前期试验出这种 就是用这个补纸来补这个元素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纸在70度的水温下 浸泡7分钟时间出来的这个效果 才达到一个就我们想要的这么一个状态 修书的过程 就像是一场与古人穿越时空的对话 古籍修复师聚精会神的动作 全掌握在指掌之间 老叔经常会有的状况 不外乎重铸 老化 断裂 残缺 发霉 想让这些书重获新生 修复师得先当起书的医生 拆书 洗书 补书 喷水解液 压瓶再吹书 每一道工都不能省 修复师用自己的岁月 换取古书生命的延续 那个书修复好以后 自己感觉好有成就这样 这些书我觉得好有那种 你看嘛 以前烂的 你看到修复前后修复后 你说嘛 你说我们修好以后 起码可以管 就是我保证的好的话 书库这些各方面都到位的话 可以真的可以百两百年啊 修复古书其实是和时间赛跑的事业 从事这项行业的老师傅 有的十几年了 有的超过三十年 在外人看来 这项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和毅力 但其实古籍修复更需要创新和降薪 相对我们来说 年轻人来说 那是更加少 但是近几年来 国家的一些对这方面学校的一些 生意的开设 以及对文化方面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公司 对我们年轻来说 也是一个好试验 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个成长其家的困境 所以对我们来说 挺有意义 对 年轻来说也挺有意义 现在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加入 再加上科学修复 加快了速度 目前全大陆大约有五千万册古书 最关键的两千多万册 已经受到保护和修复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人手一击低头看的 不再是书的现况 古籍的流传和保存 意义更加重大 这群古籍修复师们 持续用工匠精神 复原古人的文明记忆 这群古籍修复 这群古籍修复 这群古籍修复